站台议题带领聚焦国民党主席之争 特别是现任的党主席江启成 在接受外媒专访时 他破天荒提到 中国大陆是台湾的主要威胁 也先起中国国财办反弹 强调台独才是两岸的威胁 要重返国民党的资深媒体人赵绍康也批评 认为如果国民党的论述跟民进党一样的话 那么大家干脆都投民进党就好 但是江启成又解释了 像是中国的共机绕台 的确是让人人心不安啊 那就是很明显的一大威胁 不见得只是中国 因为只要是消灭中华民国的都算威胁 这笑声是有点无奈吗 因为国民党主席江启成访谈内容惹议 他破天荒在路透社专访中指出 中国是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 北京政府所提的一国两制 在台湾没有任何市场 我认为台湾的国安威胁里外都有 那共机绕台 这个对很多民众造成威胁感跟不安 那是一个事实 隔了一天才亲上活线解释 但洋洋沙沙一番话乍听之下 还让人以为出自民进党人事之口 江主席可能对全面的情况不是那么了解 那又有点道果为因 所以他的部分讲法是不恰当 那你如果想去跟着民进党屁股后面 那我是选民党就投票给民进党好了嘛 民进党已经搞得两岸这么紧张 你要选民进党吗 但不仅自家人开炮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痛批 台独才是台海面临的威胁 说台湾有关的政党和人事要明辨是非 不要陷入民粹非理性对抗思维 两岸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有威胁有挑战也有机会 那端看你怎么样去处理两岸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 过去这四五年民进党执政的时间 两岸相对的紧张对峙 那威胁提高机会减少 两岸路线如何定调 再度成为国民党内的招风话题 记者富山叶林凡黄伟才 海北超文报道